CG赛季除了调整分路外,还新增了不少史诗生物,其中风暴龙王就是最恐怖的那个。 风暴龙王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减少膀胱这个出现,到了20分钟后,如果游戏没有结束,那么就会通过风暴龙王强制结束游戏,这个初衷是好的,但是真实情况却不是很理想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先来了解风暴龙王的属性,风暴龙王有10万的血量,而且抗性极高,真实伤害加上制裁的效果,导致这条龙不是两三个人就能打的,需要全对打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杀掉,这就意味着打龙王风险非常大。 一分钟,足够练势一方把兵线整理好赶到现场了,而20分钟后,大家都是流神中,正面团战就是一波的事情。 那么为了慎重,谁敢去开呢?先开的一方有了多重的贡献。 首先需要承受风暴龙王的伤害和Dbuff,尤其是Dbuff提供90%的制裁效果,让警方射手在团战中根本回不上来起。 然后还要承受风暴龙王被抢的风险,甚至可能被人家拖住偷家,风险太大,就算是有优势也不敢去开,因为龙王提供的Buff太夸张了,一旦被抢,那么就是瞬间被敌方团灭。 所以SA7赛季龙王虽然很香,但却是一个优势队伍不敢打,烈士队伍盼着敌方打的情况,大家是如何看待风暴龙王的出现呢? Zither Harp